这是一部我憋着尿看完的高质量复仇爽剧 阿汤哥每一次行动都无比凶残 从他咬断杀手脖子的那一刻开始 让我一度怀疑他才是真正的反派 毛板评论清一色都是 行走的赫尔蒙特别过瘾 太精彩了 故事发生在1814年的伦敦 消失十年的阿汤哥突然出现在父亲的葬礼上 准备迎接一笔富可敌国的遗产 所有人都以为他十年前就死在了门荒之地 包括他同父异母的姐姐 当看到弟弟回来时 姐姐一脸惊恐害怕的要死 因为在这十年里不断流传着他做下的邪恶之事 有人说他会巫术 也有人说他是吃人的魔鬼 而他回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惊掉了我的下巴 趁着午夜没人 他竟然挖出父亲的遗体 让医生开膛破肚 不过果然通过为你排除的气体清晰可见 父亲是中毒身亡而非疾病 而留给他的遗产也成了烫手的山芋 老管家说这十年间 不断有人想得到遗产中的那座岛屿 最后他父亲变得人不人鬼不鬼 但阿汤哥心知肚明 母亲是他买来的 而自己也在十年前被他卖去了非洲 早已对父亲恨之辱 看来阿汤哥此行的目的就是来抢夺遗产 但聪明远扬的东印度公司 早已对那座岛屿垂涎欲底 眼看就要从他姐姐那里交易得少了 但阿汤哥的出现却打货了平静 于是便顾忌同时丢给阿汤哥一包超能力 阿汤哥的拒绝彻底激怒了这伙饿 随后他来到父亲港口的办事处 可这里却被一个女人霸展着 女人告诉他别来找事 他的手下可是个个心狠手辣 但阿汤哥根本不吃这套 紧接着阿汤哥又找到被他父亲剥削过的仆人 将一袋金币送给了他 看到金币 仆人立马换了一副嘴脸 声称愿意为阿汤哥笑全马自劳 而另一边的东印度公司的掌舵人 正在吩咐手下干掉阿汤哥 不过阿汤哥既然敢回来 他就早有准备 他挖出事前藏好的钻石 买下了一艘商船 准备重开父亲在港口的贸易公司 可当他走进船舱 发现这艘船曾运输过奴隶 这让他想起了那段生不如死的日子 十年前他被父亲卖去非洲 我们不得而知他是怎么活下来的 更不知道那些钻石是从何而来 他只是刻出一个神秘的飞鸟图案 也许这就是他活下来的秘密吧 回家的路上 阿汤哥发现一个黑白混血女孩跟踪他 女孩说 在绿色场所听到 一个门口银牙的男人 和妈妈商说要干掉他 还带着阿汤哥来到银牙南的住处 回报就是带着自己离开伦敦 于是阿汤哥偷偷潜入了进去 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便一把火点燃了翻船 可回来的时候 女孩已经消失不见了 第二天阿汤哥找到妈妈商一语道破 生活在绿色场所 却一滴颜色都没有沾 左耳的混血女孩是你姑娘吧 这样你当我眼线 港口的办事处 你还可以继续住下去 而随后阿汤哥又找到 跟随过父亲的屠夫 让他也做自己的耳目 时刻盯进对自己不利的人 紧接着又马不停蹄的 来到了一家医院 阿汤哥说出的暗号让医生心深怀疑 但还是放下了戒备 毕竟知道暗号的人就那么几个 原来医生是美国暗插在伦敦的间谍 他深知遗产中的岛屿 是各路诸侯抢夺的药地 只要不把岛屿交出去 美国就有机会得到岛屿 所以阿汤哥提前找到他们 要求安全庇护 可宣布遗产归属权这天 却出了差错 多年被父亲剥削的工人纷纷到来 让人家如果没有钱 就瓜分那座岛屿 但阿汤哥只是用了一个动作 就让所有人闭上了嘴 想得到这些金币 就老老实实的排队 但此时一个女人却静止走了出来 说是阿汤哥的后妈 两年前和他父亲结的婚 如果属时 这个女人将会夺走所有的财产 包括那座岛屿 而就在阿汤哥刚刚出来 就被东印度公司派来的杀手盯上 迎面走过 杀手亮出尖刀 刺入阿汤哥的腹部 但雇佣杀手的人显然没告诉过他 阿汤哥是从蛮荒之地归来的野兽 但伤口的刺痛感让他昏厥不醒 等他再次醒来时 发现医生正在帮他缝合伤口 可紧接着 医生就用匕首在他伤口处来回徘徊 逼他把遗产中的岛屿卖给美国 和阿汤哥指言 如果把茶叶和皮革的垄断权给他 自己将会送出头雨 听到这一番承诺 医生放走了阿汤哥 回到家 他立马吩咐老管家 把家里所有的窗户都封死 然后亮腔的来到和屠夫约定好的港口 从屠夫手里买了一批火枪 以免杀手再次来袭 然后又交代老管家 把他放在阁楼上的信 送到国王秘书手中 而自己则跑到律师那写了一份遗嘱 而这封遗嘱上的内容 却足以让东印度公司抓狂不已 这样一来 东印度公司不仅不能暗杀他 反而还要把他保护起来 而另一边 英国国王也看到了老管家送来的信 如果王室愿意交出皮革和火药的垄断权 阿汤哥很愿意把那座岛屿献给英国王室 好家伙 英国王室和东印度公司 彻底被阿汤哥卷入了明争暗斗的里面 可他们却还有一个共同的利益点 那就是岛屿绝不能落入他国之手 于是王室把目标转移到了 阿汤哥后妈的身上 而此时的阿汤哥却来到了一家特殊的酒吧 寻找他的老朋友 这个农庄厌抹的人就是东印度公司的纪录员 也是阿汤哥的发小 打小阿汤哥就知道他爱穿裙子 便威胁他做自己的眼线 提供东印度公司的所有情报 要不然就把他爱穿裙子的事抖楼出去 迫于威胁外加对阿汤哥的感情 女装大佬答应了下来 可让阿汤哥怎么也没想到的是 等他一回家却发现后妈坐在壁楼前指手画脚 律师说了这家我有一半 岛屿我也有一半 就连这老头也不是完整的了 但此时的女人却毫不知情 自己已然跳进了一个火坑之中 没办法阿汤哥只好让他住下 可唯一的要求就是最好别出门 可到了晚上 后妈却执意要去参加一场晚宴 丝毫不知道外面是有多么险恶 结果刚出门没走多远就被王室的人抓住 并对他说出虎狼之旨 而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阿汤哥突然现身救走了后妈 阿汤哥知道这是王室下的圈套 后妈只要反击智商公爵 王室就可以名正言顺的抓走他了 果然第二天一早 卫兵就找上了门 约队黑暗的地牢后妈慌了 国王秘书递上了一份遗产协议 不迁就以故意攻击王室成员 盼他死刑 而正当他绝望死 东印度公司的人赶了过来 后妈这才逃过了一劫 而回来后的后妈显然老实了不少 答应阿汤哥不再出门 而经过这件事的洗礼后 东印度公司和王室彻底决裂 然而发小却在来汇报情报时说 国王和东印度公司虽然闹掰了 但顶多算是床头吵架床为何 国王不会答应阿汤哥贸易垄断权的条件 反而他们会为了限制阿汤哥 而把火药垄断权交给王室 所以阿汤哥连进货的渠道都没有了 不过阿汤哥岂是泛泛自备 不让他进货那我就自己照 于是为了挽回局面的阿汤哥 连夜找到了一个神秘的化学家 据说这个男人可以变出火药 看来阿汤哥这次是要杀出一条血路了 可化学家却抓起一把牛粪 直接塞进了嘴里 原来化学家打算用四层牛粪 六层鸽子石混合 再把木头烧成灰烬 用人尿泡上一整年 这样一来就可以得到火药了 可就在送走化学家之后 阿汤哥似乎察觉到了有一丝丝不对 突然蹦出来的杀手 让阿汤哥措手不及 无法招架 很快就被杀手打倒在地 不过就在杀手拖着他的尸体 准备回去领赏时 阿汤哥却突然抽出腰间的匕首 四向杀手左脚 然后右脚 但杀手的嘴很硬 一言不发 而阿汤哥也不是吃素的 他拿起铁钩 钩在杀手的腰间拖向风车 然后解决掉了他 不到家 老管家递给他一封信 里面是一张舞会的邀请函 而下面则印着一张美国涂鸭 看来美国终于坐不住了 于是阿汤哥按照计划找到妈妈桑 将一袋金币甩在了桌子上说 今晚我用用这姑娘 说完便又找到屠夫 让他召集手下准备夜席装有火销的仓库 一切准备就绪 阿汤哥回到家拉上后妈和他一同参加 舞会上阿汤哥的妹妹也在 两人看到彼此后 心灵神灰 在外面相见 原来阿汤哥和妹妹并不是亲兄妹 而是同在屋檐下的青梅猪蟒 可两人刚聊了没几句 那位美国医生就打断了他们的对话 眼看有人发现 妹妹赶紧跑回舞会 医生说下午那个被你开堂破斗的杀手 是他们派去的 不过美国人并不想继续找阿汤哥的麻烦了 关于岛屿的事 医生提出了一个新的条件 那就是可以让他带着妹妹一起去美国生活 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们甚至可以干掉他的妹夫 看来美国人也并不打算给他贸易垄断权 对此阿汤哥一声没坑 只是紧张的看着自己的手表 因为就在此时他还有一件大事正在暗中行动 阿汤哥上午借来的女孩正在对着仓库守卫 说出虎狼之词 而正当守卫无法自拔死 一把枪顶在了他的额头上 与此同时 混血女孩也将木板卡在了警卫大门的下方 然后放进马车来到仓库门口 再用事先准备好的液体炸弹炸开铁门 屠夫等人一拥而上 迅速把几大袋火销搬上马车 逃之遥遥 只留下一群被木板卡在门里的警卫哭天喊地 而回到舞会上的阿汤哥就被一个女人突然拽走 邀请他共同表演一场魔术 两人走进事先准备好的魔术柜子里 而这个女人就是美国安插在伦敦的间谍头目 他想用钱购买阿汤哥的岛屿 可阿汤哥直言 如果没有茶叶和皮革的垄断权 就没有谈的必要 魔术表演结束后 现场再次炫入狂欢 而等阿汤哥正要离开舞会时 偏偏碰上了最久的妹夫 妹夫呵斥道 你抢走了属于我的遗产 但其中还有一个原因 是引起妹夫这么激动的缘故 那就是他已经察觉到了 阿汤哥和妹妹的那层特殊关系 阿汤哥看着烂醉入泥的妹夫 不想再耗下去 便一记重拳撂倒了他 并拖出了舞会大厅 可这时候众人也出来为官 好家伙 妹夫的愤怒和屈辱上升到了顶点 竟然对着阿汤哥提出决斗的要求 时间就在明天一早 地点在一座专门为决斗而存在的小岛上 规则很简单 双方使用火枪每人一发子弹 谁先被击中便算谁输 可就在双方拉开距离 裁判给出了开始的信号时 阿汤哥却异常淡定地漫步走着 而妹夫则举枪便打 可他的枪里竟然没有子弹 就连阿汤哥的外套都没击穿 妹夫来不及思考 只能默默地等待阿汤哥将他干掉 原来东印度公司怕阿汤哥出事 便买通了妹夫的助手 而阿汤哥早就料到会是这样 所以才丝毫不慌 而经过此战 妹夫虽然侥幸活了下来 但属于男人的尊严彻底被打没了 他只能将所有的愤怒都强加在妻子身上 他不但在深夜无故思报 还请来驱慕斯 将妻子五花大榜百般折磨 而此前被阿汤哥盗走的火销 是王室暂存在东印度公司仓库里的货物 国王也收到了火销被盗的消息 他大发了一天 派出士兵展开全程搜查 这下东印度公司算是惹上了大麻烦 而阿汤哥为了不走楼丰盛 便找到屠夫等人 给了他们一袋金币 然后说谁要是敢出卖我 随后用马不停蹄的 把手指甩在了妈妈桑的桌子上 让他管好姑娘们的嘴巴 要不然就会按照他的方式去处理 不过很快 美国医生就以谈事为由 叫来了阿汤哥 医生直奔主题 说他知道阿汤哥正在研制火药 而且还知道工厂在哪里 想不被揭发 就用火药来换 而且要快就三天时间 惠于无奈的阿汤哥也只能认怂 他立马找到化学家 把这事告诉了他 化学家说这事能干 但必须加钱加人 因为火药必须一直搅拌 中途不能停 即便是最小心最稳定的角度 仍然有随时爆炸的可能 事到如今阿汤哥已经没有退路 他也只能铤而走险 与此同时 英国国王也趁着东印度公司 弄丢了他们的火药为由 找到了一封陈逢多年的检举信 信中记录着东印度公司曾在十年前 用一艘船运输过奴隶 而贩卖奴隶是判国罪 国王可以借此机会打压东印度公司的嚣张气焰 便马上找到了写这封信的黑探长 让他接受此案进行调查 而东印度公司在得知此事后 吓得连夜销毁了所有的证据 而阿汤哥这边再次接到了美国头目的邀请 表示他们可以接受他开出的条件 但前提是必须在他离开伦敦前把协议签好了再走 阿汤哥万事大吉 只欠东风 但可疑的是 间谍头目竟然对火药的事毫不知情 看来那个医生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火药在连续三天三夜的搅拌后 终于研制成功 并装进了棺材里 阿汤哥还在棺材上贴了疾病通告 想利用传染病来掩人耳目运出去 所有人戴上口罩驾车而去 可就在众人离开后 老仆人却用诡异的眼神看着他们 难道老仆人也隐藏着什么秘密吗 到了城里 阿汤哥的车队被士兵拦了下来 他递给士兵一张疾病通告 说车里装的可都是传染的死者 你真的要看吗 士兵显然不信 坚持要开关验尸 而等士兵打开后发现 里面果然躺着一具尸体 士兵被吓得连忙放行 原来就在出发前 阿汤哥就让小男孩见机行事 如有不妙就充当尸体 阿汤哥成功过关 将火药交给了医生 并得到了通往美国海域的通行证 但阿汤哥并不知道 老仆人在他走后 竟然跑去了东印度公司举报了他 而等阿汤哥刚回到家 就被妹妹敲开了房门 原来妹妹因为受不了丈夫的折磨 选择了午夜文准狠的 谋杀了自己的丈夫 而得知了妹夫的死讯后 阿汤哥再三确认 是否死透了 妹妹说死透了 于是阿汤哥在给妹妹 升起了炉火后 便说道 我去处理尸体 然后你就马上回家 老老实实的过你的日子 OK 妹妹很震惊 她本以为这里会是自己 和阿汤哥的新家 但阿汤哥却似乎并没有这个想法 很快妹夫的尸体 被送到了美国医生那里 医生把妹夫的死因 定义为传染病 成功将真相隐瞒了下来 可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东印度公司 在收到了老仆人的举报后 满堂大笑 他们集结士兵 准备搜查工厂 不过还好阿汤哥还有个女装大佬当眼线 会议刚结束 他就立马狂奔到阿汤哥家 将此事告诉了他 而得知此事后的阿汤哥 立马带领众人 从水路把剩余的火药 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等士兵赶到工厂时 这儿已经空空无夜 而走漏风声的老仆人 也被阿汤哥割掉了舌头 但连阿汤哥怎么也想不到的是 自己停在港口的船 却又被东印度公司的人 炸成了碎片 阿汤哥气得立马找到女装大佬 看来女装大佬很可能 已经暴露了自己的身份 而出来后的阿汤哥 便又立马找到屠夫 怀疑是他的人出卖了自己 于是屠夫便带着阿汤哥 找到了看守船的胖子 而随后胖子也被阿汤哥 开膛破肚 取出了五脏路夫 此时见过大四面的屠夫说道 这么多歪 说完阿汤哥便转身走了 而此时的屠夫终于露出了本色 原来刚刚的强硬都是他装出来的 阿堂哥因为船被炸毁了 让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便借酒消愁 喝光了就让货血女孩再给他送一打 直到他喝得不省人事 然而等他再次醒来时 却发现货血女孩已经死在了泥潭之中 而且从死相来看应该是至极所为 就此禁忌游戏一至六集完结 本期点赞超十万将于三日之内更新完结 敬请期待